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中午教了一个球 那现在我教球都是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 今天这个学生他的问题呢 就是问我,这个后场啊 他在跟别人对打或者是打比赛的时候 动作做不出来,怎么办?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是出球的质量 特别是在比赛紧急的时候就打到后场了 这个怎么办? 好,那我们来先解决他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后场在对打的时候,动作做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要把动作节奏放慢来做 那很多人就说了 我把动作放慢做的时候,我力气就发不出来了 这个当中啊,有一个误解 就是他放慢的不是节奏,是放慢的动作的速度 我上个视频有讲控制节奏 这个是快节奏 快节奏快回拍 这个是慢节奏 快回拍 这两个不要混为一弹 节奏是这个 节奏是这个 动作 它还是快的 我叫你把节奏放慢 结果你把动作放慢 那不是捏了发不出力来了吗? 就发不出力来了 你动作还是得发 还是得出去啊 所以慢的是什么?慢的是节奏 拍完上一支视频之后呢 有网友说,那我们打后场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呢? 因为当时我用小球来解释这个概念 太对了 后场你也可以放慢来做 那最后呢,加速 当时我有回这个网友 我说如果你把这一招做到极致的话呢 那你后场呢,将会是看起来呢 是有一种柔中带刚 慢中有快的感觉 那这个就很高水平了 这个网友呢,就是举一反三 那这个慢中有快 或者是柔中带刚 那你出球呢 就会有一个突然性 大家可以把这个突然性 这三个字 把它记住 因为这个是高级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没有打算要暴露这一招的 因为这招非常的狠毒啊 有一些业余一点水平低一点的人 在跟我打的时候 我曾经就把人家腿打断过 就好几次 一次在中国嘛,广州 然后一次在美国 所以我就很怕 有的水平他没跟上 拼命的接的时候 就会去受伤 有的人 就好像你开车 跟着前面一个大卡车 开着开着突然间 前面的大卡车上面掉块玻璃下来 就是很突然的一个事件发生 你根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容易受伤 这一招因为太狠毒 所以我本来不打算讲的 但是不小心就带出来了 但也没有关系 这个网友他能够举一反三是很棒的 因为我通常教学呢 你是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用的 我并不是给你一个小细节 对它是已经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论 一个概念 或者是一个formular 你可以套东西进去 你可以举一反三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的,那么节奏放慢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有机会把整个动作带动 从腿到腰到手 的手指手腕 每一个小细节都能够做完了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了 像一秒钟把一个大动作做完 我都做不到 他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他的球呢 出球质量差了 这也还是跟急有关系嘛 那你后场练习的时候 你就是得一次一次一次的 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完它 那因为 因为他是在比赛当中他要跑的 他就要加上步伐 要加上意识 所以下一步的练习呢 就是加上步伐加上意识 所以呢 我就给他练你一下 步伐加意识 这怎么练呢 好 那就是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他都是有要求的 我们在场上做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白做的 也都不是做样子 你必须要理解他 我们打完这个动作 慢中有快 对吧 柔中带刚 我们把这个动作按部就班的 自己的节奏 做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要有一个回动 这个回动呢 我这个学员一开始就冲 打完就冲 往中间冲的很快 那我们suppose 打完一个球 是不应该冲的 你现在冲 等一下你就冲不起来 因为我们是启动时候才冲 回动的时候不要冲 回动的时候 他的那个节奏 那个速度就有点像你 打完一个球以后缓冲 缓冲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比如说你开车好了 你加速加完速以后 你一放开油门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自己会往前走呢 就是那种感觉 滑 但是你又不能踩停啊 因为我叫他慢下来以后 他就全停了 你也不能踩刹车 你要全停的时候 你这样要加速 不是又浪费油了吗 大家去体会一下 这个回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好是这样的滑回去的感觉 顺着 借着力的回去的这种感觉 好回去的时候 是一种慢慢的回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的意识要产生了 我这个时候要去 anticipate下一个球了 这个预判呢 还没有确定啊 这个只是一个预判 你自己预想他会打那儿 然后他出手了 你看到球了 你确认了以后再启动 所以预判跟启动不要混为一谈 有的人呢 把预判跟启动又混为一谈了 预判是人家没出之前 然后启动是在出球 confirm那一下再登出去 要有一个先的预判 然后再有一个confirm 有的人呢是预判confirm同时一起做 都是晚的那种 好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后来练习的重点 你打球 回动 预判 启动 好过去了以后再重复 打球 回动 预判 启动 打球 回动 预判 启动 就是不断的去练习 不管你是练左右还是练前后 还是固定哪个点 一点到二点 你都是练这一招 好 只要慢慢慢慢的话呢 你就 啊 你就 比较ready去打比赛了 好 就这个是加上步伐的练习 加上意识 加上步伐练习 那你看你打球就是什么结果 你打球就是 这个慢节奏 这个慢节奏呢 慢中有怪 这里有一个加速 哦 是慢 就加速 慢 就加速 然后起动是 是加速吧 肯定是起动是加速的 然后呢 回动呢 回动呢 是 不能慢 不能停动 就有点像你开车的 不要 那你开加速 你开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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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回动不能加速 起动呢 不能延速 所以就是从中间的节奏变化 然后你拿车的 他打的时候 不能快点 你一定要慢 中游快 或者是我们光是 慢一点 但是你不能打的时候 不要激 就打了 回动呢 不要激 走 回来就 好坏啊 好臭啊 所以是为什么人家的节奏很重要 要挡 就是慢点 加速 慢点 加速 你看这有一点的缘化 好像 好 我试一下 把慢节奏 对吧 好 那时候慢节奏 因为慢 起动 先不要往中间讲 你预判呢 你只是意念要过去 但是人不要真的过去 你不要打完以后 插啊 抽什么时候 你还可以上去球 再打完下一个球 打完要有一个先有一个预判 然后球真的出来 也可能会有一个预判 是为了 再起动 我觉得预判直线起动 对 你们要习惯先预判再起动 不要球都为你 因为他们就起动了 好 这些器材要比较严格的去扣 慢着走 你看的时候 你看了没 你去看前面的球也不对 那边扣了 那人家肯定是打那边 所以我的思想是准备那边 但是刚才我们打一边 准备那边 准备好 对 打到左边注意 我非常爱用注意左边 现在直接左右 一行到这边 不然你觉得这些动作都是没有利益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打 为什么要收打 为什么要下去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个节奏 为什么要这个节奏 这个停掉了 这个人停掉了 停掉了怎么起动 就是慢慢的起动 你的身体里面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去拍下来的 你自己的节奏打熟 你自己的节奏打熟 可以打熟 慢下来 但是你有一个连换性 他不是死掉 不是停掉 他把社会 哎 卖下来 你这个好多 回动的好多 然后呢 那个浴汗还要起 然后我要 准备起动 打完以后 回动 准备浴汗起动 嗯 就不能够不浴汗 嗯 然后你那个起动的要练 这个是重点 要练是比较不一定的 然后不能有个目标 对 对 对 哇 这个非常好 现在的思想是眼泪 所以你才 不会乱出 然后你的脚也没 好 你看 不够 不够 你自己的非常顺 对 对 那现在这个有点 衣食也没得上 脚也没得上 脚也没得上 这个动作都放他下来 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我预判错了 我一起动 我还要有一个 二次起动 回来对面 那个是下一个 要练的关系 好 完了练完这个左右 前后离后呢 我又跟他对打了一下 平抽糖 我发现他还是 但是节奏很快 他的 他的那个 意识是跟不上他的节奏的 所以我们的 出手一定要等到 意识跟上为止 才能出去 不要反过来 就是我手已经出去了 头脑都还没有准备好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 被对方给控制住 我们 要先把我们的意识提高 然后这个节奏 慢慢才加快 节奏要有控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对他的一个 教学的演示 这个拍数 是保持得快的 如果你动作一大 他没办法快 要动作要小 就是刚才放开 拍手是什么样的 放开放开 尽量可以 把他的节奏慢下来 是最好的 因为你快快过人家了 所以打了什么 我会感觉 就是说为什么 我刚学一过去 就会回来 什么 就试一下 你给这球 一直够快的话 等着我 打 等着我 打 等着我 对 等着但是你先别打 能厚多久 都会 你看 等着 时间更多 就老实际的想法 节奏太快 等着了 等着了 我可以这样马上打回来 我可以这样马上打回来 对 这样不是更有控制 对 我时间很多 时间很多 我就可以控制好 对 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现在变得快了 现在都有一点点感觉 有一点点等的感觉 很厉害 好了 而且你拍数也快了 就都出去了 不是刚才一直放 一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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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去 放出去 快 等着 抽出去 放 不要放放放 放放放你拍数就跟不上了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就是这个不保持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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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可以点赞留言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在留言区给我提问 谢谢大家